包里这些炸弹都是小型的 复轴型的炸弹安装方便 可是却不容易拆除 嘲讽的笑着 林从走进倒数第二个安装点 10号车厢厕所 厕所是很理想地点 因为这是你做任何的动作 都不会有人特别记住你长相的地方 为了保险 他们在车厢设定了几个不同安装地点 大部分的炸弹只是为了混淆视线 就算不小心被发现了 也能确保最后的爆炸成功的伏笔而已 林从正好绑一根线 门就忽然开了 妈的 自己不是有关上门吗 怎么 那人一进来 就重重地倒在林从身上 林从正不耐烦地 正要抓那人的头将其拎起来 谁知却抓了个空 没有头 这个人没有头 发现对方脖子上空空如也的瞬间 要是大胆如林从的壮汉 也瞬间浑身僵硬 再也不能动弹了 怎么办 林从迅速评估了一下局势 决定将手中炸弹安装好 那人的血还在不断滴在林从脖子里 那种恶心的蠕动式血液 让林从硬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门外传来重重敲门声 仿佛是催命王 对门外传来不断地开门的叫声 听而不闻 林从做着迅速的最后收尾工作 最后一剪刀将裸线剪断 好 完成 做完最后的炸弹隐藏工作 甚至是连隐藏工具 剪刀的时间都没有 厕所门就被人强行踢开了 看着门外乘务员惊恐地看着自己 处理拿着消防栓一类各式武器 林从镇定的脸上渐渐渗出汗水 糟糕 眼前情况非常糟糕 在最外面敲门的时候 自己没有及时开门 反而和这个死人独处厕所一段时间 而且看着这个乘务员 瞪向自己手中一剪刀的惊恐目光 林从心里暗道不好 显然 这种剪刀明显不能将一个人脑袋剪断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自己怎么看都像是嫌疑犯呢 当然 自己可以说自己是冤枉的 但搜身是免不了 搜身自然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犯 可是会被发现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身份 炸弹犯 林总懊恼着 他的口袋里还有最后一枚炸弹没有安装 要命的最后一颗呀 虽然不安装不会对爆炸造成什么影响 然而他对现在的自己来说 却是最要命的 一旦被查到这叫人脏巨祸 到这个时候啊 自己的任务必将跑汤了 这是不能被饶恕的错误 所以自己绝不能被搜身 其实自己工作已经完成 引爆可以交给郭晓琳负责 引爆器在他身上 就算他死了 这次爆炸还有另外一个爆爆方式 可是自己一旦被抓 一切可就全都跑汤了 看着眼前最好的方法 环顾一下四周 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将这群笨蛋的视线 从这个厕所引开 绝不能让这群笨蛋 察觉到这间厕所里有炸弹 看着远处匆匆赶来又一堆人马 林从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不去动 外面明明下的尿裤子 可是仍然颤抖的腿 呵斥自己的人 看起来有点好笑 不过林从还是顺从的举起手 顺便的趴在自己身上的人抛出去 尸体笨重砸在地面的瞬间 林从听到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慢慢走过来 不对 你要是不要走过来 连基本对待犯人的方法 都不知道的可怜人 林从从从间 他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害怕了 刚才那具尸体倒下的时候 血喷在自己脸上 他还没将液体抹掉 让人看不清楚自己的脸 是个不错的主意 他想 这个身体 终于听到一个冷静的声音 林从不由的望向源头 那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 他是这人群里面唯一敢去接近地上尸体的人 看起来不像是法医 反而是证人一类的 目标基本确定 一瞬间 林从锁定了对象 喂 我说冷静点 你仔细看清楚 不要冤枉了好人 林从说着 试图引起地上那个男子的注意 但是 他的目前是最接近自己的人 所以他要引起他的注意 果然 那男子抬起头 微微站起身 看向他 就在这个时刻 原本老师的林从 猛地抓住男子 用手上剪刀 抵住他的胸口 你们后退 对 慢慢的后退 火车也慢慢停下来 我要下车 怎么了 有什么不满意吗 不满意 我就杀了这个人 就是这个 绑架 这些家伙 他们绝对会同意的 他们自认为是好人 也没有让人质被牺牲的权利 看准这一点 林从 你打一开始 就决定利用这一招逃脱 真的是你杀的人吗 被人扣住心口的断铃 却格外冷静 因为他几乎可以肯定 人不是他杀的 可是 为什么这个人 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打算呢 为什么呢 很有勇气啊 年轻人 你想当侦探吗 我劝你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看清楚 这把剪刀或许割不断人头 可是绝对可以刺穿你的心脏 最后一句话 是负在段林耳边说的 他猜对方想通过手中凶器判断 因为自己不是犯人 所以不会特别害怕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自己需要一个更加惊恐一个人质 来配合演出 豆大汗猪从额头低下来 段林感到 自己的脚在抖 这可是活人 死人或许还能逃过一劫 可是活人要杀人的话 自己就真的没办法了 车厢里安安静静的 很好 是列车长 好 是你吗 好的 我现在说出我的条件 现在开始 慢慢把车停下 不要下车 当然 只有我和任志下车 林从冷静说着 他事先对这班车的沿途情况 做过详细了解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三十八分 这个时间 火车刚刚驶离上一站 距离中点站 还有一站的时间 由于地处偏僻 这两站间没有站台 因此 这两站之间的距离 是本次列车 中途 间距最长的 林从肯定 自己下车之后 火车上的管理人员 处于安全和自己责任考虑 是绝不会将火车完全停下 因为 那必然会造成 大批恐慌旅客下车 以及铁轨线路问题 自己大可利用这漫长时间 去逃逆出来 而只有火车到达终点 就会爆炸 到时候 管他有没有汇报成空 自己的任务 就算是圆满完成了 有着以上的自信 林从决定 利用这次机会 提前下车 火车停了 在火车内众人 同情而恐惧地目送之下 段林发现 自己重新站在地面上 脚体忽然感受不到 火车行驶带的震颤感 让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被迫在 不是自己要下车的站下车 身后还抵着一个坚硬的东西 段林感觉 夏末的夜里 还真是寒冷呢 段林还在惊恐着 忽然 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 冰冷的 抵住自己脖子上 你应该感谢我 男子忽然开口 段林不解地看向男子 那辆火车上的人 闭死无疑了 你说不定 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 看着段林 困惑不解的目光 林从从口袋里 磨出一个小小的 怀表一样的东西 这是炸弹 第一次见吗 看着面无表情 一直很默然的男子脸上 渐渐露出恐慌的表情 林从心里有种变态的快感 段林颤颤抖地问林从 你是说 那那那列火车上 林从笑了 又比这个东西 更劲爆几百倍的好东西呢 段林握了我拳头 看着渐渐远去的火车 心里越发地阴霾起来